大家好 我是Joseph 今天帶大家來到溫哥華西區 最著名的社區之一 Point Great 就是我們俗稱的灰點社區 所以Point Great 它的古典式的輕豪宅長什麼樣子呢 400萬的好房子到底長什麼樣 趕快看一看 哈囉 請進 好 我們在帶大家看這個房子那一步之前 先跟大家做一個很快的介紹 這一個房子它的風格呢 其實是古典風的小豪宅 那為什麼說古典風呢 其實它很多的東西 它刻意做的很歐式的風格 看起來好像說有很多古銅啊 看起來像舊舊的鐵的樣子 其實它是新潮的設計裡面 故意帶一點點舊的風格 搭配起來會特別的好玩 等一下帶大家看一下 房子本身呢 它是2019年的 所以是兩年新的房子 這個房子基本上看起來就像是全新的 好像根本沒人住過一樣 室外呢4000多尺的地 室內有快要3000多尺 好 帶大家來看一下 這個首先跟大家介紹客廳 客廳這個地方呢 是我最喜歡的一個部分 為什麼呢 你看它這個實面的這個椅座 做的除了設計 它用才很好以外 這個地方太貼心 因為我們是朝南的這個窗子嘛 它的客廳 所以你想它冬天的時候 它的陽光是從這邊打進來的 所以在這邊就很愜意啊 可以看看書 睡個午覺 它的壁爐也是非常講究 為什麼會這麼說 其實很多的房子呢 它用的壁爐其實就是水泥 水泥也不是說不好 可能久了以後它因為壁爐總是會熱嘛 然後這邊會有熱這樣冷縮 它可能會有裂啊或什麼 它這個用的是天然的石頭萊姆石 萊姆石就是以堅固為著稱 很多很高級的房子 它的外面也是用萊姆石 像它這個你可以看到它的手工啊 它的打磨啊這些的 弄的都非常非常的講究 就很棒 我手摸在這邊其實都是燙的 可是你看它的 它的表面也好 它的形狀也好 都是保存的非常好 好那我們看一下這個房子的化妝室 所以化妝室是我們俗稱房子的什麼 第二門面 因為你來的客人一定都會用樓下的化妝室嘛 所以它弄的也是非常講究 包括你看我們天花板的 史瓦洛士奇的水晶燈 它用的還不是全透明 它用的是有一點點淡淡的顏色的水晶燈 所以在這個Powder Room化妝室裡面呢 更有一種溫和的氣息 再來它的包括它的檯面啊 也很講究陶瓷的這個水盆 大面的鏡子 看完了客廳 接下來帶大家看它的餐廳 首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現在新的房子它設計的這種概念 溫哥華尤其是西區 寸圖寸金嘛 就地越來越貴 現在比較講究很多開放式的空間 就像這個房子它就是 前面的客廳啊 中間的餐廳啊 後面的家庭廳 它其實連接在一起 這種就有個好處說 它的房子採光非常好 它每個角落呢都是非常的光亮 再來就是 但是如果你有朋友啊 比如說Podlock啊 或是開Party啊 大家都可以在同一個空間 不會說好像一組人在前面 一組人在後面 互相看不到一樣 這樣子其實它的空間開放式 又是非常融入的 這是它的很大的一個優點 那這個餐廳雖然夾在中間 不過呢非常講究 首先看一下他們的燈 也是一樣是史瓦爾洛士奇的燈 因為這個房子它的風格呢 就是有古典美 它故意做的有一點點舊 那有它的特別的一個風格在 包括它天花板的設計啊 還有鏤空的這個設計 隱蔽式的這個照明 我們叫做Coff Lighting 所以你有燈的直接的燈 還有它反射出來的燈光 就兩種不同的光線 這種就是非常的講究 坐在這邊呢感覺很大氣 生活的非常非常的有質感 看完餐廳 接下來就是看我們的 家庭廳喔 家庭廳它是連接著餐廳的 不過它也有自己的 獨特的一個空間設計 怎麼說 你看它的電視呢 其實不需要裝電視架的 它這些木頭的櫃子啊 它的木工啊 全部都是砍入式的 所以你自己的電視啊 你也不用掛在牆上 或是另外買一個架子 這種設計就是很貼心 那我們坐在這邊看電視的時候 如果你想要有聲利聲的效果 也不用另外買喇叭 因為它的房子呢都已經有 內裝式的喇叭在天花板上面了 就不管你看電影看電視也好 或者是你平常用手機 連藍牙都可以連到喇叭 所以你在家做事情啊 永遠都是有音樂 都是有背景的音樂效果伴隨的 為什麼我會說這個房子的設計很細心呢 其實有時候不光是它的用材 而是它在建這個房子的時候呢 它有沒有思考到很多的細節 像比如說這個房子 從客廳到它的廚房 全部都有這種Winscott molding 整個你看牆壁就不會很無聊嘛 締造出一個層次感 包括說你想要在牆上擺一個畫啊 或是裝飾品 馬上就感覺住在博物館的感覺 有沒有 有沒有 這個房子呢 它所有的門窗 都是溫哥華西區很著名的Euroline的門窗 它好在什麼地方呢 其實你看喔 它這個鎖門的地方 它有很多個卡順 就代表說它隔音性非常非常的好 還有隔溫也非常好 所以這個是非常高級的材質 接下來呢 帶大家參觀它非常體面的廚房 首先我們看一下它的中島 它的中島是非常講究的 很漂亮的實音 這種實音的好處呢就是 看起來很漂亮 而且它很耐髒 所以你可能有東西打翻啦 可能刀啊什麼的一碰到 它不會很容易的看到它的瑕疵 所以這個長久遠還用了10年20年 以後也一直長這個樣子 非常漂亮 整個的檯面呢 都是跟剛剛的中島用的是一樣的 實音檯面 它的家電也是 德國的米勒米勒牌 也是非常講究的 兩年新的房子 我看這些好像從來沒用過一樣 它的電磁爐也是米勒牌 其實這裡呢 外面開放式的廚房 最適合用的就是電磁爐 它有個中廚 等一下它用的是瓦斯爐 之後再帶大家看一下 36寸的也是一樣德國米勒的冰箱 收納空間超級多 看一下他們家的中廚 那中廚有幾個特別的要素 要特別注意 哪幾個呢 首先一定要有開窗 為什麼 因為我們中廚就是味道會比較重的東西 這個門如果關起來呢 味道一定要有辦法出去 所以除了它的抽風機以外呢 油窗質是非常必要的 再來就是洗碗機 因為一定會有很多比較髒的 很油的這些鍋碗瓢盆 就不要去到外面的開放性的廚房 東西就全部在這裡 所以外面的廚房 永遠都是整潔 永遠都是乾淨 永遠都是很高貴 所以真正Happy Duty 真正在做事 油煙重的 就是一直讓它維持在它的中廚 這樣子你打掃的話也比較方便 比較好重點處理 看完了一樓 接下來要往二樓看呢 還是地下室呢 當然是先看樓上 因為人往高處爬對不對 好跟我走 它樓梯設計也很貼心嘛 為什麼呢 你看它每幾階階梯就會有夜燈 為什麼要設計夜燈 你想想看半夜睡的很模糊 半睡半醒的 想要磨黑下去喝水 有這個燈是不是就不會摔下樓梯了呢 好我們現在好不容易來到二樓了 有點喘嘛 好首先跟大家 在這個回音很大的地方 介紹一下這裡設計的突出的地方 首先我們看一下 在樓梯間這邊挑高的地方呢 天花板它還是一樣掛著一個很漂亮的 史瓦洛士奇的水晶燈 這個跟我們剛在樓下看到的一樣 它不是用全透明的 有一點點色調的水晶 看起來更有質感 它用了這些升鐵的鐵柱啊 總共都是讓這個房子呢 這一個區域更有透光性 看起來更空曠 更有空間感 它主人房二樓 包括主人房啊其他房間 它的地跟樓下都是一樣 石木的核桃石木的地板 所以它用材都是非常的講究 雙面的採光 這一面朝北 這一面朝東 所以跟樓下一樣 旁邊有一個位置 我們可以坐在這邊 看看書啊聊聊天啊 靠床這面牆呢 非常有質感的壁紙 包括它用的這個燈啊 跟它房子其他的地方 也是一樣的元素 就有一點點古典美的 一個水晶燈 就很符合它外面這個歐洲的建築的設計 跟它內裝的應用 這個房子所有地方都這麼講究 主臥室的浴室呢 肯定也不能馬虎對不對 趕快帶大家看一看 首先呢看一下它們的檯面 大理石的檯面 它的這個洗手檯呢 是下裝飾的 有幾個優點啦 第一就是它看起來比較有一致性 你可以整個呈現出來大理石漂亮的感覺 再來就是其實你使用上來啊 maintain也比較好 為什麼呢 就比如說你這裡有污垢啊 或是有水啊什麼的 這邊就很好的清理 如果是上裝飾的話 永遠會有水 永遠會發霉啊這些的 所以你看包括它用的 選擇材料的用色啊 跟它的選擇的款式啊 都是符合它整個房子的 有一點點古典的風格 那包括說我們看它鏡子 這邊裝的這些燈 都很漂亮 在家洗澡 或是早上起來洗淀刷牙的時候呢 感覺也非常的生活 非常的有質感 它有rain shower 它有站立式的水柱 所以都很方便 泡澡的地方呢 除了它是內建式的大理石的浴缸呢 它也有按摩池 所以都很享受 感覺非常的棒 主臥室它的衣櫥空間也非常夠的 你看布魯士的衣櫥 好處就是空間很夠 你的大衣啊什麼的都可以放這邊 你看空間夠到我都可以做po out 開玩笑的 好那我們繼續看下一個房間 剛剛看完了主臥室 它在二樓呢其實還有兩個次臥室 所以樓上總共有三個房間 現在來看看它的次臥室長什麼樣子 首先介紹一下它這裡的空間 其實次臥室的空間感也很夠 所以你可以放個queen size bed啊 king size bed啊 旁邊放個桌子 你在這邊往外出去看 看出去的景也是很漂亮啊 因為在point grade區 就是很多的很大的樹 為什麼講說是套房呢 就是他們有附帶自己的洗手間 雖然比較小沒有主臥室的洗手間那麼大 它用的材料呢也是不含糊也是很講究 大理石的檯面啊 磁磚的牆面啊 仿大理石的碎磁磚的天花板 這些弄的也是非常有質感很漂亮 從這個房間走出來呢 旁邊是它另外一個次臥室 所以它的空間呢跟它就有點像 大小啊包括它的洗手間啊 其實都很類似 所以使用起來呢空間感也非常夠 看完了一樓 看完了二樓 接下來是不是就是我們的地下室呢 地下室到底長什麼樣子 到底有什麼寶藏 到底有什麼稀奇古怪的東西呢 趕快我們看一看 COVID快兩年了 是不是很想出去看電影 出去跟朋友唱歌 都不用在家 完全就可以兩個願望一次滿足 所以你看包括它的投影機啊 內建式的喇叭啊 上面還有冷氣啊 這不就是最頂級的KTV包廂嗎 你都不用出門 樓下就是 這裡是它地下室的洗衣房 它的洗衣機乾衣機 你看其實就連它的洗衣房 它這邊的用材用料 其實也很不含糊的 這也是人造的大理石 也很漂亮 那如果你有時候會有朋友來小住啊 借住或是家裡的爸媽親戚朋友 這個空間就很實用 或者是家裡沒有那麼多人 這麼大的一個房子 覺得有點太過空曠 其實這邊地下室的一半呢 它把它設計成可以單獨出入的一個空間 所以你可以出租出去啊 或是讓朋友住啊 或者是呢 其實你可以把這邊做成一個運動間也好 或者是一個酒吧也好 這邊的吧檯呢 其實都已經幫你設計好了 那我們說是地下室 其實你看 它還是有內建式的喇叭在這邊 它的跳高呢還是非常的高 包括說它的採光也是很好 所以你不會有在地下室的感覺 月亮代表我的心 如果說是地下室的感覺 我們會不會有的 在地下室的感覺 那是一個人之下 在地下室的感覺 做什麼 是做什麼 有的 也跟他有很多人的感覺 那是最喜歡的 你 是 對